各位大佬好 我是大野猪 我们又见面了 野猪每天会带来新的原神资讯及福利 感谢您的关注和支持 兄弟姐妹们终于发生了 其实发生这样的事情也是在意料之中 这是早前在有关于云锦的视频下面 一位韩国玩家的评论 继审理之后 云锦的服装也是韩服 希望知道这个以后再玩 野猪我念不下去了 大家自己看一下吧 当然也有很多明白事理的韩国玩家 跟他说 你去看一下霸王别姬 这部电影在韩国可是被奉为神座的 但是这位还是认为 云锦的下身是韩服的形状 你干脆说只要是裙子 都是你们的不就完了吗 这就是文化上的战争啊 你不告诉别人这个东西是我的 别人就拿走了说是他的了 接着是一位热心的老铁 分享给野猪的雪山五个隐藏宝箱的位置 首先我们看第一个 这里有一个牌子挖掘一下 就可以出一个 到二号位置的传送点 往这边看 又有一个牌子 过去挖掘一下 又是一个宝箱 三号位置在地图上的半三腰 这里有一个挑战 然后牌子是在这个位置 四号位置就在三顶 相信做任务的朋友都应该来过这里 剩下的一个宝箱 位置就比较隐藏了 大家一定要看好我的路线 往这边飞 然后上去以后 看这边有一个枯枝 这下面有一个枯枝 往枯枝这边飞过去 然后注意下落的位置 这里可以飞的慢一点 然后慢慢的往下挪一挪就 注意 注意 看见没有 前面有一个类似平台的地方 上面还有几个枯槽 一个枯枝 然后飞过去 左边 左边 看见了吧 这里宝箱又来了 美姿 今天官方发布了 五郎的角色演示 那么请大家和野猪 一起来看一下 国外玩家的评论 老实说 如果不经常看看五郎可爱的耳朵 就不可能观看这个演示 史诗般的音乐 让一切都变得史诗般 甚至是狗叫 我抽五郎的原因 他的耳朵 他的尾巴 他很可爱 五郎的3D设计和表情 非常的自然 他们看起来一点也不笨拙 现在的米哈游 制作3D角色 真的好厉害 音乐是不是太好听了 没想到最喜欢的音乐排行榜 在原神这里更新了 太可爱了 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 基本上都是在夸 五郎的耳朵 非常的可爱 然后音乐非常的棒 其实说句实在话 如果米哈游把这个PV 做成五郎 如何换装成希娜小姐 我觉得直接就上热门了 不不不 不光是上热门 我估计国外的玩家就炸了 想一想 抽五郎 就等于抽到了希娜小姐 是什么样的感受 双倍的快乐 有没有 在昨天的视频中 野猪猜测 这个品牌可能要联动了 结果今天有朋友 给我发的图片 我看了一下 好家伙 这个官方也太惨了吧 23个小时 8个点赞 2个回复 昨天更惨 4个点赞 2个回复 堪称一斗版本 最惨官方 感谢大家的观看 希望大家有必的投个B场 没必的点个关注 祝大家欧气满满 开心每一天 我是自由带野猪 每天会为您带来 新的原神资讯及福利 感谢您的支持和关注